大家好,我是台灣百年事遠設計的籌編人林彩林 那我們之所以有這一套書的一個編集是在2011年剛好台灣100年 那世界設計大會在台北的時候 然後我們集合了16個設計社團大家共同籌編的 那我們這套書一個最大的特色是我們用設計的視角來記錄台灣的百年歷史 而且我們是從三個維度一個是從國際大事 從社會記事跟設計本事來談 它裡面有非常精彩的總共有2400多者的一個設計的一個故事 有115個台灣的設計第一 然後有整個3000多件作品 所以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能夠把台灣的設計怎麼樣做更大的一個展現跟傳承 謝謝 大家可以一起來到展訪這邊來看 首先我們這邊是我們的一天開始來講 我們的參觀興趣是從這邊開始 那這個活動呢其實是文化部是我們的指導單位 所以我們這個當時有一些 然後這個是如果你要拍你來參展的部 這是我們的主題牆 那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我剛剛有講過喔 我們的展覽作品分做兩個軸線 一個是年度作品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順著牆面的這樣子的一個軸線在走 就是每兩個年度一個掛軸 那我們的一百年是從民國原點 就是從1912年開始 所以你看如果順著這邊走的話 是我們的年度作品 那這個郵票的部分你會發現 從十一個世代的郵票就會看到非常的有意識 然後大家看到香菸喔 我是編了百年之後我才知道 原來香菸不只是在民間發行 還有軍中香菸 空軍有空軍的香菸 海軍有海軍的香菸 陸軍有陸軍的香菸 非常的有意識 而且每一個故事背後 都有它的一個概念 那大家有沒有記得 因為我是50年 我是五年三班 所以我們在五年幾 五六年幾的時候 你又把愛國獎卷 事實上他也陪伴我們很久 我們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都有 但是因為反列有關係 我們也覺得他當時 我們整個愛國獎卷 在做設計取材的時候 事實上是取材於我們的平民生活 日常生活的一些場景 好那我們再來我們就要看喔 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